男人割开塑料瓶,把手枪塞进瓶子里,接着缠上胶带,一个简易的销声器就做好了 男人瞬间秒怂,连滚带爬连忙去叫闺蜜,可就在他乖乖做回原位时,却遭到杰克三人无情的嘲笑 这时伯恩斯听到呼唤走了进来 而杰克一行人之所以找到他,则是因为伯恩斯曾给过他们一个地址,里面埋伏着一群杀手 等杰克及队友主动上门送死,虽然他们将杀手轻松反杀,可设下陷阱的伯恩斯却已经不知所踪 最后通过光头警察提供的线索,杰克等人才终于找到了他 然而万万没想到,在听到自己提供的地址有埋伏时,伯恩斯却一脸懵逼表示毫不知情 因为他只是听从安全总监兰斯顿的命名,才给了这个地址 原来是伯恩斯雇佣了斯旺,目的就是想请他调查兰斯顿所带领的安全小组 因为他们整个团队都是来自同一个街区的黑警,并且很可能再做某些不法勾当 经过斯旺的调查,果然发现他们篡改了导弹芯片的良品率 将一些正常芯片标记为不合格品,这样就可以从中牟利 但他并不清楚工程部有谁参与这件事 董事会和高层也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勾当 当斯旺发现问题后,就表示要找军队里的朋友帮忙 可在那之后他就突然消失了 伯恩斯认为斯旺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而在斯旺失踪后不久,他就被兰斯顿要求跟他们合作 这样不但能得到一大笔钱,并且他和女儿也能安然无恙 伯恩斯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只能带着女儿连夜跑路以免被杀人灭口 既然如今真相大白,杰克就打算找兰斯顿好好算算账 于是下一秒,兰斯顿便接到了电话 伯恩斯谎称自己正被杰克追杀,想要寻求兰斯顿保护 就这样二人约定了见面地点 为了放心的大旦一场,杰克首先来到光头警察的家 在简单说明计划后,他便给拉索安排了一份工作 光头瞬间瞄抖 拉索思考片刻还是答应下来 但他表示要带着女儿一起离开 因为发现上司被兰斯顿收买 他担心家里已经不再安全 虽然认为上司不至于对自己下死手 但以防万一还是打算去表弟家避避风头 一切准备就绪 杰克一行人便来到约定地点守住带兔 与此同时,拉索也带着女儿准备出发 可刚发动汽车,接对面就紧跟着亮起了车灯 他敏锐的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让女儿到后座趴下 果然下一秒,对面就展开了攻击 拉索赶紧一脚油门冲了出去 可仅凭他的烂车技 根本甩不掉后车追击 无奈之下只能给杰克打去电话 国恩斯听到他们对话 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可他的反常表现立刻引起兰斯顿注意 杰克见状急忙冲出来带走国恩斯 然而就在众人坐回车上后 他却站在车外装起了弹架 不等他们商量,兰斯顿已经追到身后 内阁力只能开车先走 兰斯顿恨透了杰克,毫不犹豫选择先干的他 可就在他们四处寻找大块头身影时 却不料此时杰克正躲在暗处 瞅准时机一枪打爆了车胎 紧接着找到一辆废弃公交车 他徒手扒开车门,然后走了上去 一个小卡拉咪听到动静主动送我上门 很快这个卡拉咪就没了呼吸 而听到他的呼救 杰克的第二份外卖便即刻送打 不出意外的,这个卡拉咪扑腾几下也断了气 第三个显然聪明一点 看到地上凉凉的同伴 他没有贸然上车查看 而是选择先小心观察四周 却不料杰克从来不走寻常路 解决完最后一个卡拉咪 杰克便杀气腾腾准备找兰斯顿算一笔总账 只见他砰砰两枪打爆剩余车胎 然后守在唯一的出口隔空喊话 可无奈兰斯顿早就吓破了的 狗在暗处迟迟不肯现身 突然杰克灵机一动 掏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 下一秒兰斯顿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然而正当杰克准备救出他 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血恨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 兰斯顿见状一脸猛逼 心想我也没安排这出啊 不过来不及细想 他急忙在友军的火力掩护下 跑到直升机跟前 眼看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杰克直接怒气飙升到顶点 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对着天空就是连续砰砰竖枪 直到彻底看不见直升机 这才不甘心的转身离去 这时拉索已经被逼近死骨痛 他只能下车拼起了火 可无奈自己以一敌三根本没有胜算 而内阁力等人的支援也迟迟未到 他心知这回凶多吉少 于是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在把女儿抱下车后 便让他听从自己指令 头也不回地赶紧跑 就在他让女儿冲出去的瞬间 自己义无反顾充当起了火把子 此时女儿已经跑到路口 突然听到身后没了枪声 于是担心地回头看了眼 可当他再次回过神 却看到一个杀手举起枪对着自己 原来是赶来的内阁力等人 看到倒地不起的拉索 他们赶紧叫了救护车 HOLD ON RUSSA HELP WITH THEM AWAY 好女儿 她是好 她是安全